欢迎收看东张西望 今天下午张子怡和汪峰在社交平台 宣布正式结束百年的婚姻关系 他们的声明就说经过慎重的考虑和商议 决定解除婚姻的关系 未来将会以亲人的身份共同抚养 和陪伴孩子们的长大 里面还说他们之间是没有是非对错之分 而之后也不会再回应事件 娱乐圈的里里下巴巴向来都是流量密码 引起大家关注 不过与此同时大家要关心以下这个事件 黄蜂未后针,大家要小心 在五月份的时候有一名渔户处的迹元 给风针之后引致死亡 而历史在早几天又再重演 今次被风针的还约是一位养蜂的人士 事发是上星期四 洪水桥和平新村一间蜂养殖墙内 一位55岁姓借的男子 怀疑在位置蜂养时候 被一只外来的黄蜂针箱 宋远抢救两日后不止 我们今天去到现场 看到涉事单位大门紧锁 空无一人 屋内放置了养蜂的设备和衣物 门口和屋内都留有败祭的生果和香粥 据了解,当日男子被黄蜂针箱后 尝试出门求救 有附近的街坊见到,马上报警 走着附近的街坊 所以切大狐 干 quê? 女士, 你看 当日马上itten作晚点 españ plugging 不行, 要救我… 平時一月要來, 生地很健康 沒見到不舒服, 人家很健康 村民說這帶黃蜂也算常見 發生這種命案後, 出入都格外小心 他說針完就去了醫院 你行不行嗎?反過來 他說那裡也有黃蜂, 即是經常飛 這裡經常都有, 周圍都有一些 這次遭黃蜂刺死的是一個養蜂人 照計很熟悉蜜蜂的特性 為何最後仍逃不過黃蜂的美後毒針? 黃蜂會走進蜂巢裡 捉蜜蜂的幼蟲來做食物 所以牠們有時會襲擊蜜蜂巢 可能這次就是牠剛巧遇到黃蜂 而黃蜂又以為市主想襲擊牠 所以就發生了這麼不幸的事件 其實未必是因為立刻這樣… 因為黃蜂的毒性死的 因為其實有些人會敏感黃蜂的毒素 所以其實牠們可能有機會過敏反應 例如過敏的時候, 牠的喉嚨腫脹 好像吐不了氣, 接著就過身 在社交平台時, 經常都見到一些貓狗的搞笑片 這條也很好笑 編段所見, 看到這隻貓 就霸佔了土地的位置 就當五星級的家 也有反對聲音說 這個始終都是供奉土地的地方 不應該玩 但重點是, 怎樣叫這隻貓 適可遺址、健康的手 不要再玩呢? 其實貓貓借用土地公公的位置 應該是無心的, 可以原諒的 不過以下這群人偷用別人的聲音和樣子 就絕對不能夠原諒了 不少人最近都收到一些來自外國的 WhatsApp時尚電話 只要你一節, 隨時墮入騙錢陷阱 正常很少會打Facetime過來 而且聽到其他家人也有提醒我 我想他應該會戴上我們的樣子 或者聲音 不聽會比較穩陣 現在太多複雜的東西 聽過有人說過 會把你的人臉換臉 說你也未必相信 最快只需要一幅圖像和一條聲帶 就可以製作用來騙人的片段 發展到今天 這群人的穿已經進步了很多 他只要一個簡單的平面大頭照 已經可以立即幫你穿到 一個挺可亂真的AI玩臉片 可以說一接通電話那一刻 已經令騙徒有機可乘 而另一方面 可能是騙徒會直接哄你說話 或者你可能不用哄 自己可能也說了幾句 其實可能已經被他收集到 一些觸控的聲音素材 然後再偽無你本身的聲音特徵 再做一些假的聲音片段出來 變相混合了本身偷回來的大頭照片 就可以做到一個 假裝你的樣子之餘 又能把你的聲音的偽造影片 最好和最簡單的應對方法 當然就是不好聽 不過如果想直接阻折 有什麼辦法呢 我們建議第一步就是 在私隱的選項上交換 我們首先就要將一些 可能是本身不存在在通訊率的電話 的來電變成正音 我們如果接到一些 譬如我們身邊熟悉的朋友 或者親戚 他們傳一段影片給我們 說他們可能是有些意外 要付錢 我們可能就要問一問 會否可以做到一些不同的任務 來讓我們測試一下 究竟對方是真還是假 其中一個例子可能就是 要叫對方 可不可以把手指放在臉上 可能是來回移動 或者是把臉上的頭 向左、向右、向上、向下 通常面對一些障礙物 在臉前面的時候 都會容易露出端危 例如臉部份被起了格子 或者可能是露出本尊的真樣 所以逼他做一些不同的手勢動作 有機會令他露出破綻 經常都呼籲 在行人扶手電梯要緊握扶手 切勿奔走 但是是否說了就會聽 聽了就會做呢 日本名古屋就出了這一招 找個人背著一個大大的手掌形牌 站在行人電梯那裡 就算你不懂日文也知道 就是不要和停 這個人肉提示器 是否創造了另一個就業機會 我們也不知道 但是實現歌唱夢想 《中年好聲音2》的三十強 正式誕生 五燈 五燈成功晉級 五盞燈成功晉級 昨晚《中年好聲音2》 是六十強最後爭入三十強的機會 要奪得最後十一章的入場圈 所以各位參賽者都躺了身 拼命 結果出現比賽以來 最多五燈的一集 才有協助2000年新秀冠軍名銜的梁浩賢 每晚每晚都傷心 反反覆覆逗逗逗逗逗逗的不斷問 去吧 表現不算最好 不過也可以成功拿到五燈 後台的戰友也替他開心 很棒 很棒 真的很棒 透透眸眸 靜靜悄悄的五星 很開心 我很開心 現在好一點了 因為之前我還是有些 九疏戰陣的感覺 因為畢竟十幾年 沒有真的上台唱歌 很多感覺都還沒找到 但這幾次的上台表演 就令我信心回來了 看見大家拍攏首掌 就是導演顏米糕 不過顏米糕一唱就出事 耳機雖靈 不過也沒有影響水準 成功摘取五燈 一入後台, 每個都大讚 為何你不是三燈牌 以為你守什麼 我細心想你也有今天… 後來知道有五盞的時候 鬆一口氣到的樣子呢 叫做…對, 鬆一口氣 因為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 是 聽不到聲音 有一段時間聽不到聲音 很害怕 但是… 對, 到我回來看見五燈 是…是開心的 但雙腳真的很軟 三十強入, 代表三十強外出 說再見的 還要因為柬埔寨公事前身 而要退賽的大哥 大家送上Good Bye Kiss 我先不留 嘴… 嘴上他… 是他要拍照 先謝謝各位, 真的 無以為捕 很希望再在現場唱歌給大家聽 好… 好… 也是的 機會不夠… 即場唱吧 機會不多 即場唱一首 即場唱一首 即場唱 是 實在剛才, 如果陳慧咸 他不給我燈 是 我會唱這首情歌給他聽 這首歌真是感恩 我已經 satاه完 他真的有機會 你覺得會給我 對因為… 如果我回去後去 你很會 一邊就想它 因為站在那裡 這裡很正常 有一點 increment 同类事件,沼器如何杀人于模型 转头隐形杀人空气 回到东张西望,马上车镜看猛片 先看看这部闸戏 有人形容这部闸戏 简直好像是一蹶不振,抬不起头 谁知道不抬又自可,一抬就断了 Albert,你形容得好像身历其境 真的很痛 有网友提醒车主 记得保持影片,否则管理署 有可能归咎于他,到时何包更痛 以下的意外,又可不可以找出事的原因呢? 平时煮的面很害怕 不知道是否出事后,有个创伤后遗症 我怕我炉爆及炉,所以很少煮面 煮一面的恐惧 源于一宗几乎奪去自己身命的意外 好像在鬼门关出外来 我看过以前的感觉 上個月,西九龍 柯士甸到西一個地盤 發生奪命工業意外 兩名男工人懷疑吸入沼氣中毒身亡 兩條人命白白損失 有沒有人為疏忽呢? 原來意外前兩年 同樣發生一宗懷疑沼氣殺人事件 2021年11月18日 當時任職地盤工人的鍾生 和另外四個同事 在小蠔灣污水處理廠 進行渠管維修工程 當日中山同屬於三盤的老闆娘華嫂 在井外負責傳遞工具 而負責井內喚喉的 分別有華嫂的丈夫華哥 同事跟哥,阿林 工作期間,突然有污水湧入 眾人懷疑吸入沼氣,相繼雲倒 五人去,最後四人回 大嶼山小蠔灣污水處理廠 也就是意外發生的現場 究竟當年在井底發生什麼事 為何吵氣突然湧現 同學同學娘走到吊工具的位置 打算吊工具上來 然後看到另一同事爬梯 就上來 我心想上來 打算吸一下新鮮空氣,休息一下 誰不知爬到一半 然後飛了,整個人掉下去 接著我便扇手 同學同學同學娘都呆了幾秒 然後看到同學同學開始動 掙扎,在這裡點來點去 中山見狀,馬上叫老闆娘華嫂報警 而她便下井救人 我自己下去幫忙 接著不夠兩秒 老闆又暈倒了 然後我察覺應該有些問題 自己又爬上去 誰知道爬到一兩格左右 我自己又應該掉下去 沒有知覺 當時唯一沒事的就只有阿林 他馬上爬梯逃生,離開現場 在井底裡,根叔,老闆和鍾生逐一暈倒 鍾生在迷迷糊糊之間 意識到自己吸入有毒氣體 陷入生死一線間 聞到那些氣味是怎樣的? 它不好味 一…就有個鼻子有少許疼 一疼,就差不多暈倒了 沒知覺了,也不夠一秒 我暈倒了那一刻 我也不知道是在做夢還是醒了 我睡在小井,就看見自己在井底裡 就這樣飄,飄來飄去都是那個位置 然後越想越害怕 然後就開始呼吸困難 哄不上氣,然後… 總之是想叫醒自己,但叫也不醒 最後中山獲救,送去醫院 總算撿回一條命 老闆華哥同時跟哥同樣慶幸逃出鬼門關 至於華嫂呢 由於當時三個人已經失去知覺 沒有人知道他之後的動靜 最後,華嫂被發現,腐伏井底 浸在半米深的污水中 左手上臂截斷,送院後證實死亡 究竟這種恐怖意外成因是什麼? 之前有沒有做足安全措施? 大家有選擇的,請問我,請問她 这个通风系统把它抽出来 确保障地里面是工作安全 二我们要用一个行家叫四合一的试气标 最得限度试四种气体 第一个你要看的是氧气的浓度 一般氧气是20.9% 如果你比它低的时候 就意味着有一种不知道什么气体在里面 刘化卿的浓度不能够高过10ppm 氧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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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氧� 這安全措施為什麼會發生意外? 原來在沙井有很多突發情況 並非可以控制得到 出事的同事之後跟我說 他說他看到另一條喉嚨 有污水流進來, 所以會產生氣體 所以我們才暈, 他覺得有人疏忽 究竟為什麼當時突然有污水湧入 原因至今還未查出, 永遠是一個謎 氣體來襲 其實當時只要身上有一個法寶 就可以保住生命 根據法例, 他一定要背這個氧氣瓶進去 大概20多磅 最主要不是他重 是因為他瓦砸 那個洞有些小的時候, 大約是750 大概是這麼多 我們幾個貓梯 梯後面還有一個保護籠 計算保護籠的時候 那個師傅下的時候就要這樣 不可以這樣下 如果你這樣想下, 就會相對地辛苦 這樣黏著來上 如果我們帶這個氧氣瓶 我們拍攝的電影就是這個瓶裡的電影 無論外面有什麼有錄氣體 你也吸不到進去 看回當時意外後第一時間拍攝到的照片 個個都沒有背什麼氧氣瓶 因為如果你把氧氣瓶放進去 一下去, 你會戴個面罩 工作的時候, 又會摺手摺腳 而且那個面罩吸得很久又很辛苦 很多行內人都很少 但是如果你不戴, 一出事 就自己就拿了一條命去搏 命仔保得住, 心靈就受到很大創傷 這次是意外發生後 鍾生首次搭觸事故現場 他也要克服重重心理障礙 因為始終我看著我的同事 在那個樓梯飛了下去 每次都會想到這個環境 很害怕, 想快點走 自意外發生後 鍾生到今天還未能工作 因為他被恐懼捆綁 出來時經常頭痛, 睡不著 經常很害怕, 而且心跳很快 一到晚上跳就睡不著 而且經常睡覺 你當時出事, 醫生說你有什麼後遺症 創傷後遺症 鍾生由華哥所聘用 出事後一直請工商病假 華哥亦依足規例 每月支付薪金大約萬多元 今年5月19號, 法庭判決 華哥需要對鍾生因公受傷作出賠償 不過這筆數一直沒有下文 每一個月就給我20公斤 即是五分四 就出到20…20年多一月13日 第一次判傷的時候就不好了 那判傷要賠償多少給你? 那裡好像三十多萬 是 但到現在我還沒收到他的信息 那些消息 打給他又不聽 這日我們成功聯絡華哥 他表示自己不給錢, 是有苦衷 已經在打官司 是 報應公司? 是 但他說判了是你10月4日 要給那個賠償他 因為現在都在打官司 這筆官司還沒正式清晰 因為我真的沒有錢給他 因為是羅伯公司給他的 我這兩年都是立合起立的 那些三萬受傷 我都每個月供 你問他, 我每個月都給錢給他們 因為我都入了困境 那好了, 到這期他們判了傷之後 我那時候都叫盧寶 希望盧寶寶賠錢出來 給他們 我盧寶一直都說要搞一場官司 看看誰的責任 那才搞授 我都站在那裡, 我不是說 我又錢不願意給他們 我只希望他等到11月8日 但判了勞公司, 盧寶是怎樣給 如果11月8日你再押後 那我又要等 應該不用, 他都說 一打電話才會找我聊, 盧寶 意外發生了兩年, 今年九月 承建商終於被勞公署檢控 被判罰款九萬港元 鍾先生亦總算得到應有賠償 如果不是西九龍的意外 這種小蠔灣的事故 或者沒有人再提起 而沙井的意外 可能又會繼續循環不適 這行就不會 可能會做回地盤、別的工種 因為醫生也說過 有墨幣空間恐懼症 因為我坐這裡害怕 所以去到地露、密室等 我都會害怕 所以應該做不到 野豬闖日花虛 有懷疑可能曾經有人位置過去所致 至於我們今天收到觀眾報料 這位輪椅的婆婆 就在馬鞍山海灘位置野甲巴 我們看到一大堆野甲巴在附近聚集 更加有一些在她身上降落 野甲是犯法的 一經定罪, 最高罰款是一萬元 也提提大家 由昨天起, 亂拋垃圾的罰款 也提高到三千元 所以真的不要亂扔東西 明晚再和大家凍張細望 我們便會期待 我們下午 下午八千元 垃圾的罰款 我們下午十五千元 然後把星期盡賺 我們下午四千元 我們下午十六千元 你會期待 我們的星期盂 是否則 我們的星期盡 我們下午十五千元 兒 我們下午十六千元 fiscal節 下午八千元 再午五千元 二十二千元 總電視